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说明我们的产品 它在逐年下滑 而且在2009年的第三季表现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第三季又以什么产品的表现最不好 这是老板应该必须要去关切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做圆形图好了 那为什么会思考圆形图 因为我们产品是有限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产品有非常多项 可能也会以主力产品来呈现 也许是前十项 那我们现在用圆形图勾选产品跟总价 来去看它的一个仕图 那当然我们来去要做一个很直观的比较 怎么比较呢 像例如说2009年我们已经知道是第三季 跟2008年第三季 这边有很明显的差别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要知道说 那是哪一个产品 哪一个产品卖的不好 从这张图我们看得出来 笔记型电脑应该在我们公司总业机的大宗 然后接下来是桌上型电脑 然后印表机 我们至少看这三者 因为其他的东西太少了 我们就不去看 所以我们先点一下2008年的第三季 这边多了一个 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它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 它所呈现的一个比例 它所呈现的比例 举例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总共如果是跟所有来去做比较的话 它占里面的46.77% 那2008年季度三 它大概占5.69% 如果你不会看这个比例 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但是至少你要点它 点2009年第三季 有没有发现 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是大幅的往内说 有看到这件事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2008年的季度三 现在看到的比例是5.69% 到了2009年季度三的时候 它变成3.94 掉了一个多的百分比 好 所以也就是大幅下滑 那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桌上型电脑呢 桌上型电脑本来是长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再点一下2009年第三季 它反而是往外增加 这代表什么意思 2009年桌上型电脑卖得比较好 所以在产品的类别里面 不是桌上型电脑 而是什么 笔记型电脑 那接下来 你再仔细看一下 在我们的印表机的部分 点它 有看到 可能看不太出来 它的一个变化 好像是往内说了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主要的一个影响 产品的影响是 笔记型电脑跟印表机 它有下滑的情形 好 所以这样我们是不是调查出来说 什么产品 它有下滑 可以吗 这就是那个产品 产品的部分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好 好 好